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遇袭事件 还有哪些关键点值得关注 哈尼亚去世对哈马斯组织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来看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李绍先的分析 究竟是什么方式遇袭身亡是肯定的了 但是遇袭身亡究竟是遭遇了什么样的袭击 现在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这也是伊朗的国家通讯社 伊通社第一时间发布消息时候所讲的 说遭到了空中制导弹的袭击 那就是空中打击或者说无人机之类的是空中而来的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发生了枪战等等 所以现在这个细节我们并不清楚 如果是空中制导弹 那么这个制导弹是从哪发的 是从伊朗境内还是从伊朗境外 这又是两种说法 与此同时如果是这个发生的枪战 那攻击者发动攻击的人是什么人来自什么地方 这些东西现在统统还不清楚 那哈尼亚的趋势 实际上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对哈马斯这个组织现在的内部用作 它的影响 实际性影响并不是很大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方面就是哈尼亚是2017年以来长期在境外 就是他在多哈 他是作为哈马斯的最高政治领导人 他主要负责哈马斯对外的交流和联络 再一个呢 哈马斯内部有很严密的机制 就是自动替补的机制 实际上从2004年 他的那个领导人亚兴兰提斯 先后被这个暗杀之后 他很快地进行替补 实际上并不能阻挡这个哈马斯 或者是严重地影响哈马斯内部用作 但是毫无疑问 他作为哈马斯的五名创始人之一 他现在遇事身亡 对哈马斯一个称重的打击